好继续再看到花莲县的消防局长吴赵远 在今天宣誓就职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春假的期间 警销人员仍旧要坚守岗位来守护民众安全 特别派秘书李龙胜逐一到辖下的三大队各分队视察慰问 并且也赠送了春节礼品以及加菜金 祈勉第一线同仁能够来尽手指手出勤平安 那个有那个想说小火一点 一早九点多辖区为夫人垂足不声引发火警 农烟还蔓延到隔壁分组所内 说尽岁岁消防人员第一时间内就到场控制住火室 因此并为酿货徐景一场 消防队员反对待命还不到一个小时 救护警报声就响起 消防队员又再度出勤救护 将受伤的民众耸移治疗 无时无刻疲于奔命 这就是瑞瑞消防队的日常 除了新春连假脚步的接近 今天正式宣誓就职的县消防局长吴兆远 就特别派秘书李龙胜 注意到辖下三大队各分队视察 并且赠送春节礼品及夹菜金慰问 其免第一线同仁能严守岗位 守护大众的安全 消防局在春节期间 守护乡亲 守护安全 在这段期间感谢乡亲对于我们消防局的一个支持 过年前消防局在这边来慰问本大队的一些同仁 因为他们没办法回家 所以在这边也感谢同仁的辛苦 今年长达七天的新春假期 县消防局除了慰问其免各分队同仁坚守岗位 也期盼每位消防人员出勤救灾救护都能平安胜利 记得11月蓝瑞瑟采访报道 现在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